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常常听过 家里附近晚上 孩子持续在哭 哭了好几天 或是大人吵架 谩骂的声音 有点担心孩子的状况 但又怕错误的举报 也不清楚是哪一家 我到底应不应该报警 欢迎收听本集社工上线中 我是主持人Robbie 这是一个由儿夫联盟所 直播的Podcast节目 我们想透过声音的方式 告诉你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样貌与挑战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 2023年儿少宝通报的事件 与受虐的人数 皆有增加的趋势 通报的事件相较2022年 更是成长了近24% 高达10万件之多 本集社工上线中 想要跟大家聊聊 究竟社会工作者 在服务的一路上 需要面对什么挑战跟困难 背负多少的压力 看着孩子受伤 照顾者受挫 却又因各种限制而无能为力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心情 以及有什么现在的法规 社会资源 是社会大众可以善用而不知道的吗 今天呢 我们欢迎来自政府单位的社工 以及我们非营利组织也 跟政府合作的方案社工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儿少保护工作的现场状况 首先呢 我们要欢迎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李庆宜社工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新北市家防中心的庆宜 欢迎庆宜 那接着是我们儿福联盟 北区家福一组的廖杰宇组长 欢迎杰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宇 今天也想聊一聊 非营利组织跟政府 在这个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杰宇其实是负责我们儿福联盟 承接台北市政府脆弱家庭方案的方案社工吗 想知道两位做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内容 然后职务的内容工作到底大概是什么样子 可不可以先请杰宇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从事的是那个台北市政府的脆弱家庭方案 这个方案呢 其实是针对说家庭里面有教养 关系 或者是说他面临有经济冲突 危机等等的一些状况下 由那个政府单位评估转介 围请民间单位团体 就是进行做一些服务 在台北市的服务里面 因为儿盟的一些专精的服务 主要领域还是在儿少家庭 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跟我们的合作 会主要以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为主 了解 那接下来请庆宇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家房中心当社工的工作内容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职务内容 我在家房中心主要做的业务是未成年辅助组 那就是我们属生的儿少保护的工作这样子 中心的分工其实蛮明确的 我们还有成人保护跟性侵害防治组 在未成年辅助组主要的工作内容 其实就是我就是负责儿少保护新的案件的调查 跟保护性个案的处域 所以我的日常比较像是 如果我先到一个新的案件 那我就会去了解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会先确认孩子的人身安全 再来就是我会跟孩子家长 还有甚至是网络单位去确认说 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跟危机 会需要我们一起讨论跟合作 但比较就是会用这样的立场 看看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忙这个案家这样子 静怡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般民众 我熟知的 我打110啊 我打113啊 然后去通报完之后 会去实际访试的就是你们吗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 有人打电话通报了 然后你们要进去家庭里面做访试 通常你们自己会觉得比较容易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样子 在做稍保护案件的调查 其实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我们会分开访试 一开始我们就会先看小朋友 然后再来就会进到跟主要照顾者或者是家长 因为有时候其实在台湾的照顾者很蛮多元的 有时候可能是阿公阿嬷 有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不太一定 这个困难 家长对于我是家房中心的社工 对于这个名称其实常常就有一些抗拒 也会有一些排斥 过程中就是先理解家长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平常跟孩子相处的状况啊 遇到什么样的教养上的困难 通常在跟案家有一些多一点的讨论之后 我觉得他们比较就会放下这个担心跟焦虑 他们很怕我们就说我们一通电话来 或是一去家也就要把小孩带走 后来其实跟他们电话曾经讨论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想要帮忙 看看有什么样的资源 案家都也蛮欢迎我们会去家里访试的 所以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 真的实际在这个访试的过程里面 大家这么抗拒社工进到家里面工作 必须说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抗拒 只是我觉得那个抗拒是可以被澄清的 我们很认真的很认真的理解 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不要用家暴这个名称在指责他们的话 其实他们很愿意去说 他们遇到的困难跟痛苦是什么 比较站在家长的角度或是照顾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 对对对 所以听起来家房中心设工的工作其实是很及时的 一通电话通报了你们就要来 对我们比较是就是如果我们遇到案件 我们就是一定会在七天内看到小朋友 那我们再来问问看结余 我想听众对于什么是脆弱家庭 什么是弱势家庭 家房中心是负的这个额少保护案件 不是很了解 结余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多细部的分享一下 脆弱家庭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或是大家会说有一些脆弱因子 那脆弱因子又是哪一些 然后你们真的会实际来协助他们 跟庆宜的服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脆弱家庭这个方案 跟刚刚所谓额少保护这个方案 其实两个有很明显的一个分野 叫做我们是在做预防性的服务 这些家庭发生的一些危机事件 比方说家里有人失业啊 有人入肩服刑 一般的家庭里面 稀松平常都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这些家庭有可能因为 发生状况的是他的主要的照顾者 主要的经济来源的人 那一旦落入这样危机的时候 有一些家庭他其实没有所谓 我们叫做知识的网络 没有亲戚啊 没有朋友啊 所以这些家庭有一些风险因子 或脆弱因子 这些状况不代表 他们一定会虐待小孩吧 所以我们的脆弱家庭的服务 它界定在是一个预防性的服务 我们希望先提早抓出这些 可能是会让家庭攀升成 虐待孩子或者是发生 暴力事件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先提早的去介入 我们其实期待的是 要降低这个风险 去改善增加他可能 可以运用的资源 或者是也许可以帮助他去缓解 现在育儿的一些压力 让他避免演变成 就是到庆宜那边的服务去 脆弱家庭这个方案里面 想要达到那个提早介入的一个功能 那我很好奇 怎么样子的训练 或是怎么样子的养成 可以成为一个脆弱家庭的社工 以这样子我要作为一个 儿童家庭专精的一个社工 既然是儿童跟家庭 那其实这个家庭里面包含了 不只是儿童 其实是出生到死亡 所有就是家庭里面会有的成员 或者是这个年龄层里面 会需要碰到的议题 工作或者是婚姻关系 家里有小小孩 有学龄的孩子 有青少年的孩子 那在衍生有上学的议题 医疗的议题等等 这些其实都会是 所谓作为家庭社工 他必须要有一些基本概念 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我觉得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 大概都是从这些 食物的工作当中去累积 虽然学校有教 但是真的到食物这个现场 透过每一次的接案 或者是受训 我们要对新生儿的发展状况 要有了解 我们要知道学龄的小孩 如果他有一些过动症状 有自闭症状 我们要跟家庭讨论亲子 甚至要跟家长讨论亲子关系 跟夫妻关系 这个其实都是 在家庭工作里面 必须要接受训练的 更不用说 我们刚刚在说 我们要做危机的预防 可是常常我们的危机 也有可能 一不小心在 服务还没有发挥功效之前 就已经发生 更严重的伤害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危机的辨别 跟敏感度的训练 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必修的一个课题 听起来是很需要 透过时间来累积 这个实务工作经验的 那庆宜呢 去到家房中心的社工 有没有什么样必要的 你们单位里面 比较特别的训练 或是课程 是需要被完成的 我觉得蛮同意 结于刚刚说的 其实就是要修的课目 蛮多的 但其实在保护性的业务里面 包含的是 我觉得商事的研判 跟法律如果有新修正 比如说少事法的修正 家庭事件处理法 怎么再处理小朋友 安置跟停止侵权 其实在保护性社工 尤其是家房中心这端 其实我们都要 一直进修 我之前有一个个案 他是一岁多的小朋友 然后他有蒙古班 不知道听众 有没有知道蒙古班 这种东西 我本人是不知道 那蒙古班这种东西 它其实是一种 很像天生的瘀青 其实是没有办法 透过当次一看 你就看得出来 它是瘀青 可是在照顾者的 争执中 可能他们就说 这就是大面积的瘀青 你们社工怎么会不处理 然后你就会 当下就会有一种 有点紧张的感觉 然后也很担心 孩子会出事 但其实我们的训练 就会告诉我们说 如果家长的说实不一致 我们就是做的方式 是我们会跟 医院的额保中心 做一个咨询的动作 咨询完以后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东西 其实需要时间的一个观察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再去看 这个伤 或这个痕迹 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确定 它是蒙古班 其实在很多的伤事 或是一些状况的判断 我们都会 其实需要留意的 听众朋友 可能看不到 杰鱼跟庆怡的模样 但他们其实看起来 都是非常的 少年的社工 我也很好奇 就是两位在过去 有没有遭遇过 可能你们服务的对象 会挑战你们的 这个经验 我在那个 刚入行的第一年 头一年 我遇过一个家庭 她是一个妈妈 但是她有精神疾病 那时候因为 妈妈的这些症状 然后也都很拒绝 医疗的资源介入 孩子那时候 才小学一年级 那就跟孩子 就是关在家里 那家里也都因为 没有很稳定的 对外的一些联络 所以家里 其实断水断电的 那时候通报 进来脆家的时候 我们要 首要去做的 当然也是去 确认孩子的安全 去沟通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是因为真的是 很年轻 那时候也还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但是我记得 在一个会议的场合 学校有一个 网络的人员 他其实就有当众的 认为说 我们这样强行的 要让孩子 出来学校上课 这件事情 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妥当的一个计划 这个过程当中 是没有办法考虑到 妈妈的感受 这样子 其实当众 我就被问了说 那社工 你有小孩吗 你有结婚吗 你这样子做 你能懂 妈妈的心情吗 我当下真的是 其实充满了委屈 跟不知道该如何是 好 旁边另外一个单位的社工 他就偷偷地摸了我的手 示意我说 这件事情 我们就让他过去吧 这件事情是 对社工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 两难跟非常的不容易 了解 所以其实在这个 食物的工作 累积的过程中 其实会让你觉得 慢慢变得越来越寒容 用各种角度来思考事情 那庆宜呢 庆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有没有什么 遇到过什么样子的 印象深刻的案子 我那时候在服务的过程中 有一个一家四口的家庭 爸妈就是突然离癌 突然就是重病 然后家里有两个孩子 那一个孩子 是中度智能障碍的哥哥 一个孩子是国小生 当时候我记得 我其实很传 因为就听起来状况很多 然后学校也有很多的担心 就问了一下 辖区内教会的科学班 能不能让这个 中度智能障碍的孩子 可能在下课后 去那边做课后的托育 教会其实那时候 也是觉得有点担心 但他们也是很有意气的 就答应我 后来那个妹妹的部分 我又做了一个 更有趣的方法 我就去拜托 暗家附近的自助餐老板娘 当时我在自助餐门口 大概犹豫了五分钟 想说我要怎么踏入那个门口 然后还要跟自助餐老板娘 介绍说 不好意思 我是那个社工 然后我有一个事情 想请你帮忙 当我跟老板娘 解释完原委之后 老板娘也是超阿沙利 她就答应我说 没问题 你一个月来付钱 半个月来付钱 都没问题 那妹妹就是来我们这边吃饭 大家能够给我 这种很好的回馈 我就觉得其实我没有很一个人 在支持这个家 后来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每次去付钱的时候 老板娘就会跟我说 社工你知道最近妹妹比较挑食 最近比较喜欢吃肉 会让我知道说 其实大家都在帮忙看着 教会的课备班的老师 甚至他每次可能晚上八点的时候 他也知道孩子能力不好 他就会陪孩子走路到公车站 他也会传个信息说 社工那个小朋友平安上公车了 当时候对于一个菜鸟社工来说 要支持一个案家真的觉得好爽 可是有大家一起帮忙的时候 就觉得倍感握心 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是很有能量 我可以想象那个 当初你很小的时候的那个小社工 需要照顾一个很复杂的案子 感觉有很多神队友出现来协助你 社工的培训的过程 其实课本上不会告诉我们个案需要什么 个案不是教科书 所以每个个案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是顺着个案的需求 去学习很多东西 听起来固定的房式啊 这些都是比较基础 大家一定会做的 每一个案家他的需求可能不一样 我要给他的处育方式也会不一样 在工作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子要特别注意的 眉眉角角 家房的过程中 我其实都会第一个注意的事情 是房间的安排 比如说孩子们跟谁一起睡觉 然后再来就是家里面居住的空间 他有没有比如说热水器啊 还有就是说客厅的摆设 比如说小小孩的案件 我也会跟家长说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小朋友睡觉的环境 他能够接触到东西的高度怎么样 比如说青少年级的孩子 我们当然会希望他是不是跟家长 有一个分房睡的状态啦 对我来说我的小配博士 我会看联络簿 因为看联络簿其实就很知道说 这个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状况 亲私公偷的状况 家里主要照顾者的状况啦 那结余呢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房式的时候 你特别会注意的事情 我自己想到的是 一个是事前的准备 因为我们的案件来源 其实是社会局 他们会先做过一个评估嘛 我一定会有一些家庭的基本资料 或者是先去前面社会局了解一下 或者是这个家庭过去有的社工 了解一下说 这个家庭过去的样貌是什么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 案件的服务 他可能在不同时期禁案 或者是不同时期社工经手过 但是这个家庭的状况其实是延续的 不应该是断掉的 所以我其实会试着去先拼凑出 家庭的可能进来之前的样貌 我自己在服务当中蛮看重的是 我们在收集资讯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不是只有单一的来源 就是其实孩子跟照顾者你们都会放 这是一样的 当今天这个照顾状况 孩子说他三餐没有吃 我就会找个机会跟家长问一下说 那平常餐食的准备怎么处理的 同样的问题换个方式问 换个人问 然后去拼凑出家庭整个图像 我觉得这个是在做家庭工作里面 重要的一件事情 通用在所有的事件上 透过这样子不同资讯的比对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多加了解 这个家庭的一些真实的样貌 确定彼此之间的讯息跟感受 是不是一致的 或是是不是有落差 那因为我们今天 邀劫于跟庆宜来聊嘛 所以其实也想要再多谈一下 脆弱家庭方案 比较像是一个预防性的方案 这个预防性的方案 大概会预防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你会觉得说 我不行了 我挡不住了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或什么样的情境 是你们会评估说 我可能需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一个就是非常明确 我去访试的时候 我发现孩子身上有伤 或者是说 我在服务的 在案的这个期间 可能学校老师 或者是说家长告诉我 昨天有冲突 爸爸有打孩子 非常关键的就是 有一个受伤的事实 或者是有一个 我们怀疑孩子受虐的事实 那尤其有小小孩 新生儿到那个学龄前 可能六岁以前的小小孩 三岁以下的 我们其实都会非常的关注 是他身上 尤其是有一些 那个判断的指标嘛 就像刚刚庆宁有讲的 其实我们都需要接受训练 只要身上有这些伤势 照顾者没有办法交代得很清楚 说他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我就有遇过 明明跌倒的伤势 可能是在背后 可能背后有瘀伤啊 有条状型的伤势 但是家长说 是去公园六滑梯的时候 跌倒的 听起来就好像 哪里怪怪的嘛 像这样子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就要警铃大作 那甚至是核对之后 其实我就会通报 就会进到家访中心 那家访中心会怎么样子来启动 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谓的预防到三级工作 落差到底是什么 他们通报完 来你们这边之后 你们处遇到什么样的阶段 有可能就结束了吗 还是说 这个案子有可能会再回来 到结余这边 接到通报 我们第一时间一定会先去 访试小朋友 那了解一下小朋友 对于这件事的说法 跟孩子讨论完之后 我们就会再去确认 家长这边的说法 也会了解一下 那天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对伤势 如果没有办法判定的话 那我们就会请医院端的医生 也帮我们确定一下 这个伤势 那做完这个危机处理之后 我就会回过来问解一下 过往他们在服务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是需要 我们一起合作的地方 比如说我如果是 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就会拿出 身心发展检合表 其实有点像一个 小朋友的小考试 上面会有什么红色 绿色的点点 或是小朋友站 或做的一些指示 可以确认 那我就会透过这个表 来跟家长确认说 这个孩子这些功能 有没有达到 其实某个程度 也可以确认一下 这个孩子本身在教养上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透过这个表 也让家长知道说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来处罚你 我们是来全面的评估 到底家里有哪些资源 家房中心的社工 跟我们可能一般民众想象的 被通报完去的社工 处理的事情其实听起来 那个样貌差很多 我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一般听众的想象 也是这样 就是感觉被通报了的家长 就一定是施虐 就一定是很坏的家长 可是听你刚才讲 这个处狱 其实是了解这个家庭 到底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你的角色 比较是帮助这个家庭 去面对他们遇到的困境 然后去处于这件事情 你着重的其实是 整个家庭的功能的状态 请你可不可以 再多跟我分享一下 为什么社工不是听到通报 然后进去就很像消防队一样 他们是救火吗 你是救小孩 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还是其实把孩子移出来 如大家想象的这么轻易 或是移出来一定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或者是选项 这个问题蛮深的 这种伤势的事件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伤势的严重性 第一个是孩子有没有立刻就意的需要 意识不清或等等的状况 如果他没有这些很立即 影响他身心安全的状况下 那我们就回头来看 这次的受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如果家长跟孩子们的说时是一致的 真的是有一些行为议题 或者是家长有一些困难赶教 或他们缺乏一些亲子教养的策略 那我们当然就是提供方案为主 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被处罚 或是做错事情 他们其实也会有自己的感受 那当然理解完孩子的感受 也告诉他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孩子其实有甚至跟我主动 好像说他不想被安置 第一个是如果我们确保孩子 留在家里是安全的状态 这是最大的前提 就要回头跟家长一起工作说 那我们怎么样维护孩子的安全在家里面 家长可能是照顾上的压力 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盯孩子功课 那我们就会连结向看客户班的资源 能不能进场 孩子如果有一些比较冲动跟过动的状况 那我们就会评估再去给医院看看 提供给他不同的策略跟方法 我必须坦白说 安置这个决定对孩子 对家长来说都很少 希望尽可能让孩子留在家里面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家房中心的成功 的确是像救火队一样 会进到家庭里面来 看看孩子跟家长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把孩子从家里面移出 并不一定是对孩子对家长来说最好的选项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被遗产通报 然后你们去看了 孩子哭的原因跟家长的出发 其实是一致的 或是有没有遇到很搞笑的原因 遇到因为孩子可能有自闭症的特质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 只要不顺他的意义干嘛 他就会很大声的哭闹的孩子 但是其实去访色以后发现父母超用心 他们可能每天中午的时间 在幼稚园的阶段 他们会每天接送孩子去很远的大医院 做职能治疗 做早疗的课程 被通报 其实会让家长有一个担心 但是因为我透过跟孩子的会谈 也透过跟幼稚园老师的了解 我有回馈给他们说 这一年多来 我看到孩子的可能语言上的进步 也肯定他们愿意每天花时间 带孩子去大医院做早期疗愈 我觉得有的时候 其实家长也需要一些肯定 因为其实那条路很长 第一次做家长 其实都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好 当给家长肯定的时候 家长也是也说 真的真的是这样吗 好我们会继续加油 谢谢你 谢谢你 那我当时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蛮温馨 但又有一点好笑的故事 记得那时候问大家说 我们而蒙作的家庭工作 跟其他单位可能会有一点点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还是很尊重案主的 就是他到底想要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件议题 案主的意愿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respect的 就是我们不会很强制用我的逻辑 觉得你就是要按照我的逻辑来处理事情 来做事情 就比较像是一个引导的过程 而不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子做的 其实在家房中心 我们就是24小时不打烊 所以一直都会有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吗 会有在办公室里面 但是我们直接服务的社工都会一起轮值在夜间跟假日的部分 就一定会有社工再处理一些紧急的案件 我每次接到那些uncode紧急电话的时候 我其实阵上的建筑会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uncode的案件是蛮五花八门的 是只有新北家房这样吗 还是其实就是各地的家房 那县市都是这样 因为就是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接触那些需要被帮忙的人 13其实是民间单位的承办的业务 对 所以其实13他们电到电话的时候 他们会去评估当下有没有立即性的安全 那如果是酷酷案 他们可能会先请警方去看 还有一个部分案件是其实案家主动求助 那这些案件可能就不会列为紧急案件 紧急案件可能就是妇女被赶出来了 她当下没有住的地方 或是有一些警察端那边 他们发现可能有性侵害或性剥削的案件 需要处理的话 会需要社工陪用 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进来 所以你们有可能是接到电话 然后在这个案家 不知道你们要去访试的情况下去访试他吗 就比较突袭式的访试 突袭式的访试比较都是 就是在服务中的个案 如果他有很高的风险 那他 但他都不愿意跟我们配合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突袭访试 其实你还是会事先跟他约 但是他可能就一直拒绝嘛 没有觉得他风险性很高的时候 你们就会突袭 怎么突袭 刚好在附近访案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 可是我们也要尊重 就是个案等当下 或那个状态不太适合会谈 我们说 那我们就是来拜访一下 那我们下次约个时间 我想要再理清一点的是 你是可以要求他一定要给你访的吗 但是社工也是有这个权利吗 要看我们事先 有没有足够的资讯 帮助我们判断 这一扇门后面真的发生危险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金帐的妈妈跟那个小姨的孩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讨论 要不要去破门 那个案子就是因为他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在 其他人的眼中 对那我们担心他断水断电 而且那时候那个家长 他其实会在窗户烧东西 造成那个社区的安危嘛 所以其实是很多的网络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讨论 要怎么处理 对不起跟我可能 或是跟社会大众的想象差很多 我想象的就是 社工就是可以这样 把门撞开 然后就进去 然后就把孩子 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真的要强制去访试 是一个很困难 要有很多重的评估嘛 然后需要很多网络单位 一起来做才有可能发生的事 对他绝对不会是单一社工做这个决定 他涉及到一些法规的规定嘛 对连警察或消防其实要破门 也一定都是有一些证据 对有一定的条件 至少在翠家的这个服务法里面 我们没有这个这一层公权力 可是即便我想在庆宜这边 要有公权力 但要使用到可以破门 也条件非常的严苛 因为这其实某个程度 真的蛮伤害工作关系 尤其是你当你今天这个案件 其实你根本跟这个家庭 还没有很熟悉的时候 在危机的状况下 被迫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 因为有可能他后面就真的 再也不让你接触 那孩子怎么办 难怪我之前听过啦 就有一些社工会说什么 带奶粉去访暗家 说我们有募到一匹奶粉 所以要去送他 那我想说没有啊 这就是一种社工的包装 社工要见到孩子 要见到暗家 有很多种方式是需要操作的 但是可能很强硬的手段 都是你们最后最后非选之选 大家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 来跟暗家建立关系 我必须说除非我们已经知道 他有说他有扬言说 他真的很想去死 他想带着孩子去死 或他想要自杀 这种言论我们 当然就会跟主管谈论说 是不是我们要一定要马上去 而且我们一定要看得到小孩 一定要请家访官陪同 就是请警方那边的人员 一起陪同这样子 绝对不会有一个社工 可以自己一个人冲进去 破门的事情这样子 这件事不太可能 我们也不敢啦 也不太敢 这观念就很需要跟听众 跟社会大众理解 服务的现场还是有很多 不管是法规上面的限制 服务合作关系上面的限制 其实是有没有什么场合 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案例 是你们在访试的过程中 蛮危险的状况 因为我们在台北市服务嘛 我曾经接过一个案在山上 那个暗家的那个明确的地址 你在Google上是搜寻不到的 你就是得到某一个定点 然后再联络家长 某一棵大树 对对对对 某一个大树就是大树 对就是大树 对就是那棵大树 然后他再出来接你 然后你就发现他原来在某个步道的中间这样子 每一次去访试的时候就真的非常的艰辛 更不用说其实同事也常遇到什么被狗扑啊 被狗追啊这种也会有 那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有些家庭啊 家庭里面是有成员 是可能会有食用毒品 或者是可能是有精神疾病 没有很稳定的做控制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有时候我们去访试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么危机的 因为这有可能是很难事先预料的 那也会有就是可能去访的时候你就发现 诶那个家长今天好像喝醉了 他看起来状况就是不是很好 你就会犹豫说那我现在到底是要进去呢 还是我就离开呢 我服务的在新北市 所以我们辖区其实蛮多山上的 被狗追这件事就是一种常态 所以有种配保 有一种驱狗气 它会发出某一种 一个频率的声音 对对对 人身上身体的安全啊 还有一个比较大是精神上的那种恐惧 我们的案件比较多都是高冲突的 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重要 但是有一些界限的话 比如说这件事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 人身安全 或者这个事情真的孩子受伤的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家长的当下的那个反弹会很大 就说你这个社工根本就不了解 我在想什么 你这样子你都没有生过小孩 你会养吗 那孩子带去给你啊 那我就去死一死啊 我现在比较是可以理解说 家长背后的生气是什么 但是就像杰鱼刚分享 包含一些酒药饮 或是有一些毒品的案件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觉得 当下状态苗头不对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稍微的远离 就是说那我们下次再约谈 甚至我们还遇到个案 因为他不愿意接我们电话 但是我们又知道 其实他就是不断的在通报 同事的经验就变成说 他一定得确认他家就去屠房 就跟家长说 你好我是社工 妈妈一听到社工两个是直接标 直接拿手机出来录影 其实社工当下就觉得人生很有安全 说妈妈那我们先下次再约 好不好 等你冷静一点 但妈妈不愿意放弃 妈妈就紧追着社工跑 其实社工当下就很紧张 社工赶快打电话跟督导 同电话 妈妈当下也说他要报警 社工他就说报警还不错 因为这样多一个人 可以趋缓那个紧张的压力 同事在事后回想这件事情 还是觉得蛮恐怖 因为妈妈一直追他 他甚至不敢去他的摩托车 因为会被拍到车号 身心的负荷其实蛮大的 这样讲到身心的负荷 当社工感觉劳心又劳力 除了这些以外 你们两个自己 或是有没有听过同事 会有什么样子 当社工的职业伤害 我最常听到同事就是说 今天处理个去访试的时候 家长就在你面前大吵 东西都拿起来要打架了 你到底是要跳进去介入呢 还是说你要带着孩子赶快跑呢 还是什么 面对这种很高张力的状态下之后 其实结束回来 我们真的是虚拖的 手抖啊 回家就是连续好几天的做噩梦 其实庆宜的服务很像在急诊室 要立即的做处理 我们其实有时候案件会从 一般病房升级到家户病房 家户病房就是在那个边边游走 这个状况的处理是 我们很想要靠近 可是我们并没有那个所谓的公权力 只能用劝导或者是 尽量做辅导的方式去 希望家长可以听听看 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建议 或者是用一些资源 可是当他们有时候还很 抗拒这个角色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会被认为说 我来是不是要把孩子带走 在这个案件 他还需要很多建立关系 跟博得信任感的阶段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生危机了 其实我们常常就还是也要 如刚刚亲所说的 我们要赶快做一些 也许是通报 也许是要赶快做一些处理 这个往往处理结束之后 大家真的都是 魂都飞走了 可能就会很想要 请假个好几天吧 其实就真的蛮痛苦 听起来我们翠家社工 心里面就是会 吊着很多个孩子的名单 在你的心里面有 孩子威胁程度 一二三带着这个 挂念孩子状态的状态 在生活 哇那真的是 蛮大的精神压力 那庆宜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吗 我一开始当菜鸟社工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觉得 就是做案子 真的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会吃东西 我就说 那今天喝一杯饮料好了 垃圾食物 对垃圾食物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 那就变成是自己的身体跟心理 都变得越来越不健康 因为你就一直很想要用一个 比较不好的方式去宣泄压力 后来我就发现真的不行 那我就换一个比较好的减压方式 就是我可能去运动 就有好一点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 我做噩梦的状况 就会变成是 我可能会连续整个半个月 都在做噩梦 可能我每天起来 今天是个案 晚上睡觉 还是个案 就是那种状态 就会一直持续说 我到底要持续多久 那时候真的是会心生想说 干脆辞职好了 一直在做噩梦 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就是你真的就像杰宇一样 就是你心里面有很多名单 啊怎么办 这会不会出事 尤其是你做的案件 可能急迫性又更高一点的时候 你的名单也可能更长 你的基层室名单里面人很多 那我也好奇两位 一刚开始 你们怎么会选择 这么有压力的工作 是谁把你带进这个坑里面的 高中的时候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上那个公民课 公民老师就是介绍这个行业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就觉得哇 这个工作好棒哦 你可以帮助别人 也因为那样子的因缘机会下 我就考社工系嘛 念社工系 大三的时候实习 我其实在急诊室 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急诊室的病患来 有可能是他要做那个 性侵的验伤 家暴的验伤 或者是说他就是治疗外伤 疾病结束之后 我的服务对象就出院啦 我就再也可能遇不到他 然后我就开始 有一种心情是 问题解决了吗 家庭的问题 人的问题 应该不仅止于此 所以后来我一毕业 我就进儿盟 做这个家庭工作 接触做儿哨的工作 这样子 一直到现在 在这边帮婕妤 谢谢那位公民老师 那庆宜呢 我觉得我的经验跟婕妤 有点蛮相似的 但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去翻那个辅导室的 那个申旋的简章 然后我就发现 社会工作这个学习 不错耶 这是一个工作 又可以赚钱耶 好像不错 我就想说 那就试试看 就填了这样子 到现在为止 我会很热情 在做少保工作 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 我当初在民间单位 就是在应征的时候 其实是应征司法相关的 离婚商谈类的社工 然后当时的主管 就跟我说 庆宜你的年龄啊 跟资历可能还比较值钱 我建议你先从 额少保护工作开始 结果一做我就觉得 这个工作很不错耶 我可以陪伴家庭 过一个很长的过程 然后其实中间 一定有哭有笑 但是我们都会看到 一个彼此的成长 我不用是一个 一开始就很厉害的社工 可是我觉得 最后 刚刚给我的 很暖心的回馈 就是说 他们知道 我都会想办法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做额少保是一件 会有成就感的工作 那时候就就 那我继续做额少保好了 听众现在看不到 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现在庆宜跟那个 婕鱼跟我们分享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眼神里面 还是有那个 很有热情 跟很有光芒的状态 先请庆宜跟我们分享 就是有没有什么故事 或者有没有什么案例 其实是你自己觉得 很深刻的很感动 当你觉得 想要放弃的时候 你就会回想 某一个你服务的个案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个案 可以告诉我们 当时候接到一个青少女 然后她自己以前 就有一些额少保护案件 就是被爸爸 不当管教的案子进来了 所以当时在服务她的过程中 就会看到她很多的行为 议题 包含她晚上会夜归 然后她不想去上课 可能也有一些 两性交往到犯法 可能就有性侵害 或是性剥削等等的议题 所以当时一开始 在接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有很多情绪 因为真的是两三个月 她就送我一次新的事件 然后我就一直在调查新事件 当时其实有很多情绪 然后也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 她也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 不断磨合 我当时觉得 这些辛苦跟努力 好像都看不到一个终点 就好像我一直带一个 很灰很灰的隧道一样 这件事情一直到有一个 很大的契机 当时这个孩子 又遇到了一个性的案件 她有涉及到 坐台陪酒的案件 就她可能在网络上 看到了一个讯息说 只是要陪陪喝酒 三千块很好赚 她就去了 所以当时她也没有多想 但是当我告诉她 这件事情涉及违法 涉及她要做笔录 然后我们在派出所 好好坐下来 跟她谈的时候 我其实对她 已经有点很多情绪了 因为其实那个 那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都充满了很多的挫折 甚至她也到 中错的标准了 然后我就说 你这样的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安心 让你继续待在家里面 我们势必 可能要启动安置 这个选项了 那因为她是青少年 她当然说 她不想被安置 那我也说 可是我也有 我工作上的担心跟害怕 那时候我们也 邀请妈妈来谈 妈妈也说 其实她也很舍不得 孩子被安置 因为安置代表 她要抽离整个 原本家庭 然后甚至是学校转学 所以妈妈也一直 劝孩子说 你要不要就乖一点 其实拉扯了很久 那孩子很坚决 她就是不想被安置 但我记得 那一天有一个 很小的转机 是我陪孩子去 便利商店 当时就问孩子说 你为什么跑出去的时候 都在打工 他就说 因为他觉得 如果他有赚钱了 他就可以带妈妈搬出去 才知道原来 他一直把 父母亲的冲突 看在眼里 他一直很想做 保护妈妈这件事情 我就把这件事 告诉妈妈 妈妈当下就开始 眼眶泛红就哭了 我说好 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很多事情 我们就约定好说 我就是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次以后 这个孩子真的变了 一个礼拜 他可能有一次 可能九点上学 可是他其他天 可以维持稳定上学 当然不可能都很完美啦 晚上跑出去的机会 可能从一个礼拜七次 变成一次 然后至少先告诉爸爸 或妈妈 其实你有感觉到 孩子在进步 他后来顺利拿到 毕业证书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很感动 终于至少拿到 国中的毕业证书 暑假的时候 他毕业了 他后来真的顺利去打工了 他拿到第一份薪水 然后我跟他 又在路易莎会谈 我就说 最近表现得不错 我也是很称赞你 我请你喝一杯 你想喝什么 我就这样跟他讲 他就有点胆怯 他就是有点羞沙 他说社工不用啦 我请你喝 当下听完那句话 我就大哭 因为当时 那个孩子的状况 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一直让自己 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我也很担心 他会跟那些孩子一样 走进少市 会去感化的状态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 跟孩子说 我真的不需要你这杯饮料 但我很谢谢你 愿意改变 那个过程 我每次很想放弃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他 虽然后来那个孩子结案了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那个孩子每次 只要遇到事情 不会处理的时候 他就会打电话来说 社工不好意思 这件事我要怎么弄 就觉得他真的是有在变好 他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 社工 我是不是你最成功的个案 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要得到肯定 然后我就说 对你现在是我超成功的个案 我真的是超尊重你 我也超佩服你 愿意改变 后来每次只要遇到 很多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他 我们走在隧道里面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很痛苦 可是有一些孩子 他会在隧道 比较远的地方看着我们 然后或是陪着我们 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继续走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我每次只要很挫折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他 我就觉得很感动 哇 感谢庆宜跟我们分享这个动人的故事 你前面这么 struggle 可是就是那一个很短暂的讨论 其实你找到了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去影响了那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整个家庭跟孩子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了 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 这也许就是做社工工作很迷人的地方 可不可以也请婕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听清宜在分享的时候 我脑中闪过好多孩子跟家长的脸 我心里想说到底谁让我最感动 我觉得好像不是谁 而是你可以参与某一个家庭 某一个人 他生命的这个部分 你有机会看到他转变 我记得我有一个兄弟们 就是家里有几个兄弟 然后全部都不上学 都已经中错这样子 那家里爸爸是一个 已经失功能身心障碍卧床的人 那妈妈就是要独立扛起整家的生计 所以其实妈妈没有办法 真的说每天在那边叫孩子起床什么 所以就通报进来 来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忙 我记得那兄弟们 三兄弟通通都不理人的 眼睛直视电脑 然后坐一排 我一开始也是好挣扎 我想说怎么办 督导交代的 我通通都问不到耶 没有进展 我到底要怎么交代 后来终于有一天就放下了目标 就每一次去访试 每个月至少一次到两次 我就拉一个板凳 挤到他们中间去 这边问一下 这个游戏是什么 你是什么角色 他怎么玩 就是装笨 但也真的都不知道 但是就因为这样就打开话题了 他某一天就在看一个动漫的东西 他突然就告诉我说 他其实想学电脑绘图 在这种状态下成长的孩子 其实他们多半是很没有自信 跟非常退缩的 然后后来好说歹说 终于找到一间画室 然后老师可以提供那个小班 一对一一对二的教学 带他去画室世上 这个孩子 原本他是国中国小都中错的状态 但后来因为这样 他最后是有上高职的美术相关科系 然后就觉得 哇塞好感动 就是这些服务对象 我们不见得一定是 要陪他做些什么 而是其实要发为雷达 你要去找到说 到底今天什么东西 他心里的那个砍 或者是关键 才有办法去松动他 才有办法造就这个改变 感谢杰宇的分享 我觉得那个社工工作 真的就是你 你会用你自己的生命 去改变你服务的那一些人 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就因为 你在电脑前面的小板凳 蹲了半年 所以开始有了变化 他真的找到他可能的兴趣 往这个地方发展 从一个原本中错的孩子 重新回到学习的状态里面 这可能真的就是 让你们觉得 要继续坚持下去 感到很迷人的地方 那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当社工吗 所以我们也好奇 可以怎么样子来注意 或是来照顾 身边周遭 可能会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可不可以 请轻易跟我们分享看看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其实就是可以 警觉一下家里住家附近 比如说你们常常听到 可能哪栋楼 哪个地方有哭泣声 或打闹声 或是观察一阵子 发现真的是频率蛮高的 你们就可以打13做通报 他们就会可能请警方 先去了解一下状况 确定孩子的安全 然后后面就会再 请社工去做管型 或是你们在社区里面 其实发现 那个孩子常常 一着怪怪的 比如说夏天 他穿冬天的衣服 比如说你常常发现 他可能衣服就破破烂烂的 或是你常常觉得 他有异味 或是他该上学的时候 没有上学 发现这个状况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可以报警 因为110跟13 我们都有合作的 就算你们报警 基本上警方如果觉得 这是需要社工服务的 比如说他需要 脆弱家庭服务 或是需要有少保服务 其实他们后续都会 社工可以接引进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一般民众可以 一起努力的地方 对社工来讲 是因为我们一个是 有法规规定的 责任通报的义务 当我们像知道说 孩子被不当的照顾的时候 我们必须一定要做介入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叫做一般的通报 就是所谓 所有全国的民众 只要你知道 其实你身边有刚刚有听到 或者是你是学校老师 你发现孩子怎么 好像连续几天没有上学了 你看到葬课时间 小孩在那边游荡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一般民众 就是只要你发现异状 就是打110或113 大家应该会很想关心的是说 那打了之后 我会不会被知道说 是我报的 我是那个料肥啊这样子 其实不会 因为法规有规定 通报人一定是会被保密的 以比方说家里是因为那个有孩子的哭声 我们也许会是用一个方式去问说 是不是最近家里有新生儿啊 还是说孩子生病啦等等的理由 就是用关系的角度 如果说真的是我身边的 我认识的人好了 我通常遇到朋友们来询问的 多半都会是 也许你提供他们建议了 但不见得现在马上可以奏效 多半都会建议说 如果真的不管是自己 还是说你听到孩子或者是甚至是大人 中间有一些冲突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也许都还在一个挣扎期 经验里来说 这个犹豫的阶段 也许是以年来计算的 离婚啊 或者是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家庭 我有没有能力跟有没有准备好 那个都是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的是 第一个一定要思考保护自己 或者是保护孩子的方法 在冲突的时候 也许是我们有什么方式不要再激怒对方 至少让这个冲突不要演变成 真的是会发生立刻无法挽回的危机 第二个其实是平常的时候 也许是收证的话 咨询一些专业人员 比方说现在其实都有那个 免费的法律咨询啊 类似像这样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善用 那说实在 如果说真的 当事人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意愿 也许听听看社工 对这个状况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可以帮忙的角度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在 跟我们做一些联络跟讨论 给所有听众跟社会大众的建议就是 大家还是可以发挥你的爱心 跟你的热心 你的鸡婆 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 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一个 通报的方式 不用担心 刚才杰鱼有分享嘛 就是一定会受到匿名的保护 在访识的过程中 其实你们也会善用很多的方式来 跟必须被访视的对象沟通嘛 不会让他觉得说 就是被人家检举了啊 等等的状态 那也其实是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概念嘛 就是所有的人 其实都可以成为这个网里面的一环 那就是很感谢 杰鱼跟庆宜来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深入精彩的 跟少保护啊 跟脆弱家庭相关的工作 我想应该听众们对于 社工到底在做什么 进到家庭里面 到底遇到的困难或挑战是什么 可能可以带给孩子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了解 听完两位的分享 会觉得社工 真的就是可以影响一些人的 一群人的一辈子 用你们的生命去影响另外很多个生命 还是很感谢两位 还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努力 然后我们当然很期待 不管是整个制度的设计啊 或是在整个工作的发展的方式 然后当然是对社工的保护方面 都可以有更完善的一天 因为其实今天两位做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家庭工作嘛 很多时候是跟家长来工作 那也想跟家长说 其实陪孩子长大啊 要教养孩子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打骂孩子 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式 是可以跟孩子一起 陪伴他们处理问题的 那打骂都会让孩子 有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吗 我觉得两位真的今天 跟你们讨论都还是有一个感受啦 感觉你们不只是陪着孩子 看到那个隧道的光 就是也会陪着家长 一起看见隧道的光口 如果家长真的有这个困难的话 欢迎大家来找二福联盟 或是找家房中心 然后其实会有更多的资源 跟建议给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然后也谢谢庆宜跟婕鱼 今天来跟我们很真挚 很真诚的分享 你也是社工吗 或你身边也有社工朋友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社工故事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听众 也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 社工上线中 我们下次见 拜拜